在全球疫情延烧 人们被要求要多待在家里的日子里 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法国一名歌手就创作了一首轻快的歌曲 编了一支无论是大人或小孩都会跳的舞 让他们学唱歌学跳舞 在日本歌舞制作公司为观众提供免费的线上表演 所以整个歌舞剧场除了表演者 位置都是空荡荡的非常罕见 小朋友在家隔离时就是乱跑乱窜 把总监家弄得像战场一样非常恐怖 在法国的一名歌手就创作了一首歌曲 还编了一支简单的舞给小朋友 让小朋友的生活至少变得充实些 给他们动动身体学学跳舞 才不至于闷得发狂 小朋友在手朵中间 我和我说一位兄弟弟们说 他在老朋友里发声 我计算了吉他平均了 他们在冠状期间的游泳 所以我计算了 我计算了一位 我计算了一个小朋友 一位大人在冠状期间 我计算了 他在冠状期间 然后撑出了很多人的尝词 这首歌不止适合小朋友 大人也一样可以跳 看大人不是一样也跳得很开心吗 但是跳得最投入的最开心的 还是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孩 这里是日本东京都中央区银座四丁幕的歌舞技剧场 非常罕见的里面空湖一人 只有表演者在唱歌剧 日本目前有超过一万二千人确诊关闭 疫情持续紧张 日本歌舞制作公司在线上 为观众提供免费的传统戏剧表演 在日本不只是歌舞剧院暂时关闭 还有许多娱乐场所也一样暂停营业 NTP7综合报道